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新北市议员李婉玉设计警备依防害公务依送法办,有意参选板桥区议员选举的前民进党立委无私姚助理戴伟山,在脸书发表看法,他认为他能同理女性政治工作者的辛劳,也再次让他有反省机会。 戴伟山说,上午拜票时,收到朋友传来的讯息,当下很错愕,他能同李婉玉议员的状态,同是女性政治工作者,从早到晚形成满党,体能与心力有其极限的辛劳。 不过,对于李婉玉再次失控,甚至动手打人,戴伟山说,这样的状况让人很担心,也让我有机会再次寝思。 身为从政者,有很多必须坚强撑住自己的时刻。 戴伟山也批腰出跑步照片,只说他喜欢运动、跑步,用物理的方法来锻炼自己生理的强度、心理素质,来支撑我面对一场又一场的挑战,让我有力量肩负起未来将面对的责任。 文莫他也特别标注。